Hello,大家好,我是小婷 因为昨天没有拍视频 然后就导致很多朋友发私信给我 都私聊小婷说 小婷你为什么没有更新视频 你不会就真的停更了吧 非常担心我 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 其实昨天是因为身体原因不大舒服 然后我昨天一直都在家里休息 就没有出去 然后也就没有拍视频 所以就没有发 也就没有发视频 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 今天你看我 就是说今天去了蛋糕店 我提前就把视频发出去了 那说到昨天身体不适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昨天早上 应该说前 昨天凌晨 就早上起来 莫名其妙的就吐 莫名其妙的就吐 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可能四点多钟 搞到七八点钟 我马那样子 搞到几个小时 然后就整个人第二天 就一点精神都没有 但是第二天又不吐了 也就没有其他什么反应了 我就没有去医院 然后就在家休息 所以就基本上在家 整个人一天都是在家休息 现在我又恢复过来了 其实这个事情 我只跟小胖说我身体不舒服 具体我也没跟他说什么 然后其实我心里有一个暗暗的怀疑 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跟大家说 我们是在被孕了 我应该说我有点暗暗的怀疑 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我也没有跟小胖说 我只是自己暗暗的怀疑 然后我是准备自己继续去药店 买一个测的东西 回来先检验一下 如果是这个的话 我再告诉他 如果不是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就不跟他说了 所以我就今天 今天我就自己一个人 偷偷的去药店买了一个试纸 准备 那个医生是告诉我 一般是要早上嘛 所以说准备明天早上的时候测一下 因为最近小胖也比较忙 其实昨天凌晨我就是去厕所拖 他其实都已经累趴下 他都没怎么感受到我可能那个 所以我也没跟他去具体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他早上也就走了 我就跟他说我今天不舒服 我就暂时不去店里 我就在家休息了一天 然后他也就说 好吧那你就在家休息 他也不问我太多 而且他最近也太忙了 也没时间管我 所以就像拍视频什么的 这些事情都没有 都不会管我 所以都是我自己管我自己 因为毕竟是创业阶段吧 就是说没办法的 就是大家都要更加的努力 是吧 自己顾好自己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我也不确定 到底是什么情况 因为要明天早上才能出结果 然后我现在也是有点懵 但是我是自己是这么猜测的 当然这也是一个喜事 对于我们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整个家庭来说 这都是一件比较大的喜事 所以我要等确定了之后 我再跟小胖说 然后确定了之后 再跟家里面说 所以目前呢 只有我一个人在怀疑这个事情 毕竟怀孕也是一件大事情 咱们也不能仅凭女人的第六感 还是要有科学的依据 那就等待明天的结果吧